豆雷在乐坛属于你一般的存在,年轻时意气风发,是当年的乐坛标杆,人到中年就算颜值崩了,却依旧为人津津乐道。 可谁曾想,就是这样一个标杆人物,年轻时,也是一妹大家男。 有网友发出当年,王妃与豆雷离婚报道,采访对象包括豆雷,王妃好友那应,就离婚等人,采访中,豆雷直接承认出轨,而且在两人争执过程中,豆雷还对王妃动出,采访时间大概在两人离婚之前。 采访中,豆雷说王妃太高冷,不清楚她是否爱自己,这种感觉,让她在婚前就有点动摇。 但豆雷承认爱过王妃,却不能不选择离婚,认为婚姻破裂王妃也有责任。 豆雷不认王妃撞破她和高原出轨,反而是她主动告诉王妃,甚至在结婚前,豆雷就搬出高原,要和王妃分手。 豆雷说,当时天后反应强烈,时生痛哭。 九十年代初,王妃在香港走后,身价水涨成高,与豆雷结婚之时,王妃已是复活亦没有,所以有声音称,豆雷会拿到王妃一半财产。 对此,豆雷表示没有想过,但不会拿不属于自己的财产。 不过,豆雷却在争执中对王妃动粗,采访中她为自己辩解,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得到一个平等,因为王妃永远都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最后,豆雷已不再顾及道德问题,自称渴望与高原在一起。 经纪人陈佳音受访反驳王妃高高在上的说法,指责豆雷在说谎,想要到达一把正回面子。 原来,当年王妃和豆雷没有办婚礼,两家人在五星酒店吃饭,结果却被豆雷当成是结婚的阴谋豆雷还在现场埋怨王妃母亲不喜欢自己,说自己没有心理准备,不该结婚,气得陈佳音想当场仙桌子。 对于闺蜜的那因为王妃打抱不平,她在采访中公开指责豆雷,说王妃憔悴的不行,不再像以前那样大笑,眼泪都快哭慌了,她则公开喊话王妃,不离婚我瞧不起。